喂 少叶 您用 你能不能跟田婷也她们说一下 何解叔的事情 推迟两天再签 咱们不是说好了 一会儿去派出所的吗 是这样的 我们酒店临时出了点事情 我可能这两天得处理一下 没时间过去 那要不然让你男朋友 自己先过去签了 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还是一起去比较好吧 反正你放心吧 我处理完事情一定会过去的 少叶 您那边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当然不是 我答应你们的事情就不会反悔 好了 先这样吧 我处理完事情给你打电话啊 拜拜 那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你能不能找个方便说话的地方 避开田惊野 我有事跟你说 说 少叶突然又变卦了 说他去不了签和解书了 我追问他原因呢 他说是因为酒店他也忙去不了 我说那能不能让李伯自己去 他也拒绝了 我觉得 他可能有什么别的事情吧 你知道李伯的医院对吧 咱们俩现在就过去 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把字签了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越拖对田惊野越不利 行 那我把地址发你 我现在过去 这事先别跟田惊野说啊 避免他冲动 你找个借口跟他说吧 知道 那我有事我出去趟了啊 那个活儿 你看着啊 那个活儿 你看着啊 亲爱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一万块钱 加上之前的五千 一共是一万五 我特别感谢你之前 对我的所有帮助 医药费我也结清了 医生说你随时都可以出院 我希望你能够遵守你的承诺 陪我去一趟派出所 把何姐书签了 行吗 行啊 去派出所没有问题啊 可条件我昨天不都跟你说了吗 你现在又给我钱 是什么意思呀 你的条件我没办法答应 咱俩本来就是演一出戏 现在田惊野协议也签了 咱们就没有必要演下去了 我希望你适可而止 行吗 少爷 我要真想要钱 还用你给我呀 你什么意思 你当初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不让我要信简给的钱 说你会对我负责到底 这我才同意让你去跟他们签协议书的 可你现在啥意思啊 你打发叫花子呢 我对你的感情就值这点钱啊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上回我拿那个信简的十万块钱 了事得了呢 李博 你只是受了一点外伤 又没什么大事 你以为他们真的会赔给你啊 那都是哄你的 行 你要是闲钱少 我就再加五千 一共两万 这已经大大超过我当时答应你的钱数了 你别再无理取闹了 行不行 我无理取闹 你这话说得有点太离谱了吧 是不是一开始 你求着我让我假扮你男朋友 还说让我装得像一点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看上我了 我帮忙帮出感情了 我还为了保护你 让你前夫把我打到医院来 你呢 你浪费我的青春 玩弄我的感情 现在给我这点破钱 就像拍拍屁股走人了是吗 少彦我告诉你 没门